那我们重庆的尹大伟 他说好歌传善法 妙曲敬人心 他讲到的就是我们罗恒元师兄 透过这样的一首首的一个好歌 然后跟着庄奴老师呢 这样子学作曲 15年的一个当中学到了一个精髓 所以呢把这样的环保志工的新香年 还有很多好歌给传讲过来 那我们在云南的徐晓明 他说法入心感动人心 在这个当下里面 他讲到是3月23 他就讲到他自己慕心慕爱 这一个部分也要持续来加油努力 那在这一个地方 他一样讲到罗恒元的好歌传善法 这个部分 还有包括东美 这一个部分的一个分享 也觉得他觉得真情感动 人与人之间法亲的一个情谊 而我们昆山的中墓会 穿年爱这个部分 他讲到了就是 当他看到大爱台3月30号 有关于呢就是这样的一个美国跟 一语的一个分享串联爱 爱串联的时候 包括十经文经的大爱记录片 残缺的完整的爱 让他想起他从2004年到现在 一直参加昆山的爱心学校 然后每年一次一会看到那些孩子的成长 他觉得可以走入人家的一个生命 你感动生命 用生命来感动生命是很感动的一件事 那接下来大家可以看到画面上 我出现的画面 然后这是澳洲雪梨 所以澳洲雪梨地方 今天我们要敬请我们团队 大家一起来各个是人才 那澳洲雪梨我不晓得你有没有去过 那现在我要让您看一下这个画面 我个人因为有去过澳洲雪梨分享 所以呢这样的一个廊道 我其实是熟悉的 那在这边里面我们看到莉莉 也是我们的粤语口语团队 那其实这些都很感动 我帮她传过去 那最主要是要让大家看到的是 今天分享的 有没有看到陈慧玲 就是我们今天即将要上线分享的一个部分 那个案的陪伴真的是就是这样子 即便在一个雪梨非常富有的家 可是她的先生可能因为身体各方面精神的一个状况 所以她纵活了也烧掉了自己的孩子 烧掉自己的家 那这样的一家人是不是要陪伴 所以我们看到我们的团队 Sharon也是在上面做这样的陪伴 那这样的一个记录 一样是由我们的陈慧玲师姐也参与其中来报导 也就是他们是人文真善美这一个部分 所以基本上她其实是很少出现在画面 这一个画面有她 而且就瞬间就是她 拿一个有没有 找到她就这个拿到一个 其他她其实是一个报导的人 所以我们一起来 这里要连线到我们的雪梨去一起说 我喜欢和你在一起 因为你有正能量 好 我们要到雪梨去了 感恩 是 归姿 厉害的商人 唐朱师傅 全球奇迹家人 大家好 我是澳洲雪梨的陈慧玲 商人是我8号奇目 我今天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 澳洲雪梨的画作 刚才我看见 非常感恩 就是高雄先生读书会给我的 收集了我做人文真善美的影片 我就是又跟投业团队说 对不起 因为我在足迹稿里面 没有这些分享的 因为我看了以后 我非常的感动 所以我想分享一下 一点点 就是刚才你们也没有在影片里面 看到那个潮山的影片里面 有一个徐炳龙的老菩萨 他拿着衣裳的竹子 在很秦城的在潮山 那个影片是我去年潮山的时候 我是第一次做那个 被分配到做那个录影的工作的 所以这个徐奶奶 他去年建设已经通过了 今年他是培训 他已经80岁 他发愿就是要做商人的弟子 从商人手上 称身的受证 但是徐奶奶上个月 三月份已经离开了我 所以我就是想说 跟大家分享一下 很感恩我可以找到 那个曾三美的花城 花城是什么 花城在哪里 华华经说 花城是本来没有的东西 赋云之间就有了 好像我们曾三美团队 本来是一个活动 还没有开始的 后来我们就是在困划 分配工作 那之后我们活动的时候 我们就是过周过位 活动以后 我们就写完稿 就是愿稿 还有就是跳商品 还有我们就是要 简洁上大爱台 就简报 其实就是我们在 我在三三美里面的花城 那么我们现在看一看 我们在水里 还有其他的什么样的花城 推广那个奇迹 是我的使命 跟我的责任 在征灾的时候 我有机会 我就会跟那些 灾民分享 那个素食 因为我们跟他们 准备了素食汉堡 同时我也会介绍 金西鱼 那个三月份 同时我们在 社区的稻场 社区有摊位的时候 我们也会介绍 我们的稻场 还有大爱 感恩的 那个产品 三月份 我们澳洲 连续几个礼拜的 沙大雨 非常的大 那个布里西本 跟黄金海岸 附近的城市 它都严重的淹水 我们雪梨部分 地区也有淹水 我们走了 三个T次的 清洁灾民的渣 三个礼拜 也被灾民 这头木块 那些洪水 它会从很远的地方 再将那些木头 跟那个中物 漂到灾民的渣 那么他们就是 不能自己清洁 因为太多了 我们机工就帮忙 捡那些 那只 小的 我们放到 那只袋里面 大的 大型的渣具 因为已经泡水了 也非常的重 所以我们就是 放在马路边 等那个西政府来收 我们发起云品的时候 有年轻的机工 来跟灾民他们 讲解 那个茅团的由来 主动岁月 更新西域 同时我们也发放了 紧急救助金 那个灾民他们很感动 他们都捨不得 机工的离开 在我们第三次 打扫的一户 去年 淹水的时候 也去过一次 跟他们打扫 他们这一次 主动的 临时提及说 希望我们 可以帮忙 他们清扫 几十个大的仓户 因为他们已经 走得很累 那个男户主 他接过我们的 接运品以后 他跟机工紧紧地 拥抱 他的眼泪 都流下来 我们团队每一个礼拜 都去不同的社区 送餐 送到那个流浪汉那边去 还有送到公务去 那是关外每一个居民 我们机工去社区的时候 看到那个话题 脏了 我们就主动的去清洁 同时希望孩子 可以玩得开心 跟安全 同时居民 如果他们需要 家具的话 我们会问其他的人 有没有这些家具 可以装出来 如果有的话 我们就给他们送过去 居民都跟我们 很熟识了 有一些是 我们的会员 同时我们 每个月有定期 发放100份的食物包 都不同的社区 我也是负责采购的 因为疫情期间 这些老人家都很少出去的 他们没有买东西 所以我们就为他们准备 食物包 那其继在水梨 已经30年 慧玲要注意时间 感恩 是 我们以前的人文学校的 校长 副校长 还有那些 请了 学历组长 精进的其成 他们名字大了 他们找不 就不是很灵活 也有一些人 轻微的试制 他们不能开吃了 我是物爱组长 我就是跟学历组长说 怎么可以带老菩萨 做福田 所以我们利用每一个月 吃了学历组吉巴的时候 带领他们出来就商机 生活跟鸡血 同时年轻人有机会 我们也优越他们来付出 跟爷爷奶奶互动 让他们开心 其次的聚会 由他们做自己的参食 多了解其次 就可以多承担 希望可以菩萨大招生 自从参加了高雄读书会以后 我就是 我自己的个性改变了不少 因为以前 不太会 不喜欢讲话的我 现在每一个月 有两次的口语的锻炼 还有也要接远那些 北异的年轻菩萨 因为有一些菩萨 他们不会看中文的 就请他们做教队的工作 还有我们 我们机子的 澳洲的培育组里面 也有一些要接人 那个外周的 年轻的 请他们来做 北异的那个简报 好像是也要 当天培训的时候 也有考验 那些外语的 好像尼泊尔语 葡萨牙语 这些北异的团队 商人移植的 都是牵着我的走 没有放弃过我 在年轻的时候 我出来工作的时候 有因缘就是 应试奇迹 那个时候 就是捐病床 花龄的医院 一年一张 捐了六零 那时候台湾就寄来 奇迹道理的 遇汉 到澳洲的时候 这个音缘就断了 后来参加 西姐家里的读书会 因为那个时候 没有那个到场 所以我们就是 度的录音带 后来小孩子出生了 我需要提醒你 在时间上 我可能要直接喊卡龙 所以做结语 感恩 感恩 直接哦 那么这个图片 没关系 我们下一次 有空再分享好了 我们的画面上 看到这美美的就是 现在画面上 美美这就是雪林 我曾经去过的一个地方 那我们画面上非常感恩 我们的慧琳 慧琳其实让我们非常感动 你看啊 无论是英语 粤语 或者是呢 尼泊尔语的笔译 这个部分 那大家一定都会觉得说 那尼泊尔语 我们怎么翻译 我就是会给 我会给慧琳 英语的部分 然后英语 她再给尼泊尔之工 然后尼泊尔之工 翻译好 再给我 这样子 所以我同时间 常常就错综互杂 因为十九种语言 有时候我自己也都会乱掉 所以有这样的魔戒 谢谢